大家好,我們來看趙孟芙每日一字 好,我們現在來看這一個篇 篇字呢,在前面左邊扁 我們應該講過,反正 中國字就是常用的,就會一直這樣子 當作複習啦 我們還是看一下凡底字 這個字呢,分成左右兩邊 右邊這個語要寫小心 整個比例要抓好 我們看一下,首先呢,這裡 凱述的寫法 繁體 間隔要抓好,這可以拉高一點 因為這邊比較空,可以凸出去 我不建議這裡寫得太高 這樣底下會鬆掉 然後魚,記住要往下一些 這上面留空 然後右邊可以再高一點 整個呢,往下 當然這個字就屬於比較扁的模式 因為它等於是有兩部分 那這不適合寫得太正方 這字寫太正方,這所有的就會變得很瘦 不建議 即使行書也是一樣 大概這樣扁扁的就可以了 好,再來呢 有時候呢,我們在行書寫的時候 這一點就省略一下 類似它這樣 省略的這上面這一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 寫法就跟左邊差不多 只是增加一些連貫性 好,我把它寫斜一點 就可以 把空間再壓縮一下 好,兩點 連貫性增加一點 好,兩點這樣 好,這樣當然就變更扁 沒有那麼扁 就是擠一些 好,再來就是張蓬佩這種寫法 要注意扁的 那個行楷書的 行書啊,或者行草 隨便 是這樣 那裡面一定要有一個 類似這樣摺痕 上面等於是取代這一片 好,下面從這樣子 所以這個要記起來 好,這一片 然後再一個 一個橫畫摺過來 先寫橫畫 再兩個竖畫 好,右邊的 好,這個魚字 差不多 好,這兩個 這都有 兩點的那種味道存在 好,這是張蓬佩這個寫法 那再來更簡單的寫法呢 我們這魚這邊 就加一點草書 然後左邊呢 做一些差不多的寫法 只是動作快一點 好,然後注意看 先寫兩個竖畫 再橫畫 好,跟剛剛不太一樣 這樣子 這裡不太一樣 這樣寫會更連貫 雖然感覺是 差不多的東西 但是這樣寫 跟這樣寫 最主要是流暢感增加 但是這樣的穩定性 比較高 所以大家要去判斷 什麼時候要寫一個 比較穩定的感覺 在行書裡面是彈性很大 有時候要流暢一點 就都看你了 那最後呢 就是更連貫一點 就連這個 右邊的魚 我們寫的就更流暢一點 那左邊連這一點都 這個橫畫都不要了 也有 類似這樣子的寫法 也有 這是草述的寫法 要注意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 用毛筆 給大家參考 這種寫法 張孟弗的寫法 這比較複雜一點 來 看一下 首先呢 銳利的切進來 撇 然後一 折一下 繞過來 先寫橫畫 不要忘記了 然後一 二 再來魚 折一下 帶過來 折上來 加壓 好 勾起來 一 二 帶過來 好 大概這樣子